老师问学生一个简单的问题 突然时间静止了 瞬间把 孝明跟他诉苦 许忠义表示这是怪他 本来呢 我想偷偷摸摸 自己就把这事处理掉了 免得影响你们夫妻感情 这他们也不知道谁嘴那么欠 偷偷告诉你了 让我知道非凡的嘴 许忠义故意说此番话 就是想看看于秀宁的表情 可是精明的于秀宁没露出破绽 我找那女的疼 我奶奶的欺负到咱杜杀出头上 真不是一般大大 紧接着 他又表现得要未解出头的架势 被于秀宁强拉了回来 他本来想让许忠义给点钱打个人走 这钱可不能给呀 你 没事吧 你这不变相鼓励 其他女人勾引我姐夫 这事你别管啊 我来处理 我怎么非弄死他不可 这样让其他女人也知道 以后沾上我姐夫 你就要付出代价 我看他们有多少家当努配 忠义 总算是安抚好大姐的情绪 系列狠话门口的姐夫都听见了 天儿你可不能啊 天儿我不把话说狠点 你媳妇咽咽下这口气吗 许忠义警告他尽快处理好小子 最后从他的口中得到了最终的答案 心中的疑传刚刚解开 李维公这边又突然发飘了